上環信德中心外牆一架吊船 上午遙遙玉坠 警方一度封閉附近多條道路 大約兩個半鐘 導致附近的交通 特別是西瑞港島出口 非常之濟塞 吊船之後被拉回到大廈的天台 附近道路到中午全部解封 陳配迎報導 就是這間在信德中心天台外牆的一架吊船 明早9點多 兩條海底隧道港狗出入口的交通 更加濟塞 吊船傾向一旁 隨時有跌下來的危險 消防員到場 由天台遊省而下 嘗試將吊船移正 消防車在附近街壁 警方就封閉附近多條道路 包括江落道中 和天橋往灣仔方向 臨時街天橋往中環方向 附近的車都全部難行 西區海底隧道往中環的車要改道 多條巴士線亦受到影響 連灣仔一帶的交通亦無濟塞 看見到去到好像繁忙時間一樣 失得比較少閒 事故亦影響到九龍的交通 洪水往香港方向亦塞車 龍美追長去到培政道 運輸署一度要啟動緊急事故協調中心 到十一點多 吊船被慢慢移回大廈的天台 而附近的道路亦在近十二點全部解封 交通陸續回復正常 無線電視記者陳沛瑩報導 到 到 感谢观看